一个单向的决赛也是亚洲大戏 非常引人关注的男子双打的决赛 由近来火箭般速度窜升的马来西亚的小将 陈文宏跟古剑杰来迎战二号种子丹麦的老将 埃里克森和伦加德 我想这场比赛一定会进行的非常精彩激烈 陈文宏跟古剑杰自从去年10月份首次组队以来 先拿了日本公开赛的亚军 然后是在亚运会拿了金牌 这是马来西亚36年以来的首枚 亚运会的男双的金牌 然后在今年拿了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冠军 此前全英公开赛的冠军 也被他们收入了囊中 我们看丹麦的老将伦加德和埃里克森 三次欧洲锦标赛冠军的得主 经验非常丰富 战绩也很出色的一对选手 但是毕竟现在年龄太大了 34一个37 而马来西亚两位选手 陈文宏是19岁 古建杰是21岁 正是成一个迅猛的上升势头 应该说我们国家对男双选手 蔡云和傅海峰 那么说应该说从这个打法 特别和这个古建杰和谁成红 他们应该说还是差不多 但是几次交手都是输给了他们 三次交手全都输掉 多哈在全英 全英公开赛 包括这一次瑞士 瑞士公开赛的四分历决赛 而且这个等于是全英和瑞士 一周之内两次输 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 只能说明呢 就是马来西亚这对选手呢 应该说呢 更快 更要这个强一些 那么发挥的呢 更出色一些 那么今天这场决赛呢 我的感觉呢 是我还是看好这个马来西亚这对年轻的主角 没错 我跟您有相同的观点 同胖夺冠 但是呢 毕竟的这个比赛是在欧洲 那么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几场这个球啊 好像都没有欧洲的 没有欧洲的选手 是决赛当中唯一的一个来自欧洲的选手 所以呢 应该说这个赛场上面啊 应该是伦加德和埃里克森啊 他们的球迷啊 和这个支持者可能啊 会要多一些 对 那么那我们看看呢 这个这个老将和新兵啊 这个看看是怎么个啊 这个在这个决赛当中 来怎么来这个对决 通常来说呢 都是长枪后浪推前浪 应该还是看好年龄更小 特别是这个羽毛球这个项目 因为他要求啊 这个体能啊 要求啊 非常高 对 那么像这个 这个双打 咱们刚才也是说到这个 就是双打的更要求你这种精力啊 体体能啊 要求更高 那么一般来讲呢 那么一般来讲呢 岁数稍微大一些了以后呢 必定在这些方面呢 要差一些 对 那么一会呢 这比赛呢就要开始 那么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的 男双 男双最好看的一个羽毛球这个项目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速度快 速度快 互相的攻防转换也是非常快 而且呢 现在是每球得分制 还不能失误 所以呢 肯定双方又快又不失误 这种球打的就很好看了 对 那么呢 如果是说 这个 北京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看到的是 我们为您现场转播的 2007年瑞士羽毛球公开赛 最后一个单向的决赛 男子双打的决赛 二号种子 埃里克森 伦加德 这是丹麦的老将 来迎战马来西亚的小将 并列五到八号种子的 陈文宏和胡建杰 在屏幕下方身穿 黄色比赛服的 这是陈文宏古建杰 其中左手持拍的 这是19岁的陈文宏 在屏幕上方身穿 白色运动服的 这是丹麦的老将 埃里克森和伦加德 目前埃里克森伦加德的 世界排名是第二 陈文宏古建杰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18 他们在马来西亚公开赛 之前世界排名 才第117位 是从预选赛赛打上 结果一举呢 是拿到了冠军 然后呢 在韩国公开赛 拿到了半决赛 之后在全英雄开赛呢 是勇夺冠军 这样他们的世界排名 上升到了第18位 这上升的速度啊 真是像火箭一样 好 现在双方的比赛 开始第一局 首先是马来西亚 就来发球 准备发球的 这是胡建杰 胡建杰呢 是85年9月8号出生 21岁 挑后场 这个球啊 力量 偏大了一点 失误了 现在伦加德来发球 阿里克森和伦加德 两个球员啊 身材都非常高大 年龄也很大 打的 阿里克森没有能够接起 胡建杰的 这盘对角线的杀球 杀了一个追身 现在比分的是1比1 在全英雄开赛的 决赛当中 当时我们也给您做过直播 蔡云富海峰呢 是连丢两局 败在了陈文宏 跟胡建杰的盘下 这对马来西亚选手的特点呢 就是啊 这个往前的平球快挡啊 速度非常快 要想对付他 必须要把球挑起来 回让对手啊 来发挥出他的长处 现在是陈文宏来发球啊 只有19岁 突然发一个后场 但是对方接发球的 伦加德在后退当中啊 投顶的一个杀球 点杀 也是非常的具有威胁 3比2 也是突然偷后场 看来干拜老将 对于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 也是做了一定的研究 那么现在马来西亚的这对选手 已经不再是黑马了 他会被其他的对手来研究 来加以突破 好的 这干拜老将的反应还是非常快 反拍的一个强力的挡网 顾建杰在后场的一个平抽 下网 陈文宏跟顾建杰呢 在今年获得的全英公开赛的冠军呢 也是马来西亚 时隔了25年 再次来拿到这项殊荣 此前的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冠军 也是被这对选手爆棱取得 那么韩国公开赛 他们也是打进了四强 当时半决赛呢 是输给了韩国的李在珍和黄之万 马来西亚的这位组合啊 最后一次输球呢 是在一月底的韩国公开赛的半决赛 输给东道主 李在珍和黄之万 在此之后啊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现在看看谁能够挡住他这股势头 这个马来西亚选手 此前的几轮比赛啊 第一轮呢 是倾取了泰国的一队选手 第二轮呢 是2比1 赢了中国台北的简佑荀和林佑郎 那么四分之一就在开始 他们是连狱抢手 碰上蔡云傅海峰 这头号种子 他们是21比16 11比21和21比13 战而胜之 而在半决赛 碰上了吴俊明和陈甲亮 这对黄金组合 又是23比21 13比21和21比7 2比1 将这对老将啊 挡在了决赛的大门之外 两个这个重要的比赛 都是2比1赢 说明这两名那个年轻的选手啊 认劲还是非常的足 而且决胜局啊 都是大比分 赢赛云傅海峰呢 是21比13 赢了吴俊明 纯甲亮啊 甚至是21比7 这种压倒性的优势 比分呢 现在是8比7 咬的还是比较紧 那我们看呢 阿里克森和伦加德 要想这个取胜 那么 只有一条路 就是比古建杰他们 这一队更快 那么 应该说从这种规律来讲 应该说是 不太可能 不可能更快 还是把球啊 这个挑起来 不要和对方再往前 进行这种啊 短兵相接 那样的话 老将肯定得吃亏啊 在此前的 全英公开赛的半决赛 正是这两队选手相遇 3月10号的比赛 就是在8天之前 陈文宏古建杰 是21比15和21比13 直落两局 压倒性的优势 淘汰了 埃里克森伦加德 来获得全英的 男子双打的决赛权 在决赛呢 击败了参与富海峰 拿到了冠军 此前双方有两次交手 除了这次之外呢 去年的日本公开赛 10月份 就是四分之一决赛 当时陈文宏古建杰呢 是面对 埃里克森伦加德 是21比18 17比21和21比14 是2比1 战胜对方 最后杀入决赛 埃里克森伦加德 这个陈文宏古建杰呢 是输给了陈甲亮 吴俊明 是获得了日本公开赛的亚军 刚刚组队就拿到了高兴级比赛的亚军 这个呢 除了这两名选手啊 确实实是这个配合技术中和们啊 都是比较默契 另外一点呢 也是跟这个我们看 现在这马来西亚南双的这个教练 麦娜基 是印尼的这种选手 对 也是拿过大宝卦的 男手 跟他呢 去这个指导他们啊 训练他们啊 跟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埃里克森伦加德呢 在前三轮呢 都是直落两局过关 第一轮淘汰了 威尔士的修斯和刘易斯 第二轮淘汰了 新加坡的亨德里和亨德拉 四分之一决赛呢 淘汰了马来西亚的 陈仲明和云天豪 半决赛 他们面对印尼的 苏玛万和徐永贤 18比21 先试一局 21比15 21比18 连班两局逆转取胜 老将的韧劲 还是相当的足 其实啊 陈文宏古剑杰这队组合 是马来西亚语鞋 最初想为 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 来指的人才来组合的 结果没想到 提前四年就出场景 想必在明年的 零八奥运啊 会成为中国队 在家门口捉金的 非常强劲的队伤 10比12 还是阿里克森发球 发球质量不错 这球看 就这种强力的进攻 力量大 插着网络能过去 文宏你看 刚才我们转播的是女双 女双呢 就是很难看到这样的 这种强力的快速的进攻 这男双跟女双的区别 你不能起高球 非常的分明 对 你看起高球就杀了 所以这种就是 以毛球啊 这种力量速度 非常灵敏稳定 这个充分的体验出来 去年的瑞士公开赛的 男双冠军啊 就是古建杰和陈重明 原来这队老搭的 去年他们决赛 也是对的一队丹麦拳手 是鲍埃和莫根森 结果那场决赛 也非常的具有戏剧性 打满了三局 陈重明跟古建杰呢 是救了几个赛点 包括几个幸运球 最后呢 是反败为胜 击败了丹麦的 鲍埃跟莫根森 是陈重明 古建杰 是拿了去年的男双冠军 今年呢 古建杰换了搭档 陈文宏 再次来到了决赛的赛场 这是古建杰的一个 未免战 这种快压非常快 哇 好球 这个球啊 对 这个球呢 古建杰在往前 这个球就 他这个正好打在了 这个阿里克森的手上 实际上应该压反手去 就是他打一个对角线的球 球路比较长 对而且对方呢 已经站好了位置了 所以 阿里克森呢 发球呢 还有一个变线 这球伦加德这个调球下网 非常地可惜 对 我们看 顾建杰来发球 马来西亚选手 发接发的实力非常强 对 发球质量非常好 哇 漂亮 这球 一个滑板的吊球 这球漂亮 这球漂亮 这球 我们来看一下 这球反手挡底线 非常地非常漂亮 如果要是接外的话 很可惜 真是接外了 因为场上的观众 好像是在庆祝 我们看一下 对 也是欧洲的选手 肯定是站住 但这个陈宏呢 在这个出完球以后 好像有一个摇头 是个接外球 我们现在是 16比14 马来西亚选两分 比分呢 应该说还是没有拉开 哇 这球 古彦杰呢 刚才呢 古彦杰呢 是一个 反手 我们刚才看 反手的 打一个直线球 直线球 这球比较成功 是吧 再打的时候 打一个对角线 这球就高了 慢了 而且 对 而且往前呢 是埃里克森 身材很高 15比16 古彦杰呢 刚才呢 还是没有准备好 这队男双选手 现在看来是成为 马来西亚的希望 本来这个男单 这个李崇文也不错 但是最近这一年啊 这个状态低迷 男双这队选手啊 这个表现太棒 陈文宏在后场 突然的杀球 失误 好 现在几分 几平了 现在双方的杀球得分 差不多 6比5 马来西亚就多一分 往前得分 马来西亚就4比1领先 所以说在往前这个方面啊 从速度 从技术来讲 还是马来西亚的组合 要更胜一筹 蛋白老将啊 得避免和对方在往前硬碰硬 哇 这球 这球没办法了 哎哟 出界了 起来吗 他那个表情来看 应该出界了 一赚拳 哎呀 这球 还剪了一分 这么费动啊 这个太可惜了 嗯 这球这个 富有细极性 爱里克森和伦加德啊 在02年啊 是进过一次瑞士公开赛的决赛 但是输过了韩国拳手 所以他们俩呢 也没拿过瑞士公开赛的冠军 今天呢 也想尝尝这个姿勒 这是陈文宏的一个反手的一个下网球 现在是18比16 这个是反而到反超了两分 哎 就刚才这个运气球啊 那个失误球很不应该对马来西亚来说 我们看看 爱里克森呢 这名 和伦加德这两名这个老拳手啊 看看怎么来拿这个拿这一局 啊 好球 刚才说这个 这个出球的质量 尤其是伦加德这个正手的抽直线 我们看这个质量还是非常的高 啊 爱里克森呢 往前做一个球 那么迫使呢 古典杰回这个直线 那么伦加德一个正手的平抽直线 结果成功 现在是19比 哎 八球 19比17 啊 古典杰 上周日的全英共产赛的决赛 马来西亚全国上智政府要员 下智平平百姓 都是在收看这个南双的决赛直播 最后他们圆了马来西亚25年的梦 再度充满了南双的桂冠 今天想必要马来西亚国内也会有很多观众在观看直播 今天现在是12 20 20比17 三个局点 对 埃里克森的直线杀球得分 对不容易 21比17 单大老将埃里克森·伦加德有点出现意料的先赢了第一局 啊 那个 前边这个 16平之后啊 嗯 那个完全占有主动的球 马来西亚对推出界外啊 这个太可惜了 对对这个这个世界上边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前几场球呢 基本上都是第一局丢掉 然后呢 二三局拿回来 嗯 那么我们看看在决赛当中 是不是还能够重演这个半决赛和森之一 这个比赛的这种场面 这陈文宏跟古剑杰的比赛啊 就我看了一下此前 包括这一届 包括此前几段比赛的历程 他如果赢三局的话 通常是先赢第一局 然后输第二局 决胜局啊 大比分取胜 那今天等于说 先失了一局 要打逆风球 嗯 对这对年轻的选手啊 是一次比较严峻的考验 看看他们能够有一个怎样的发挥 丹麦老将艾利特特伦加德 呃 此前的全英公开赛呢 就是半决赛输给了陈文宏古剑杰 没有进决赛 马来西亚公开赛 韩国公开赛呢 都是八强 呃 去年的中国大师赛 欧锦赛都拿了冠军 世锦赛 中国公开赛和丹麦公开赛呢 都是四强 新加坡公开赛和日本公开赛 都是八强 呃 这对老将 应该说啊 这个运动寿命啊 运动状态 都是保持得很长 很好 确实是很不容易 呃 肯定是要拼一拼明年的奥运会 呵呵 呃 到时候 这个艾利克森已经是快四十岁了 嗯 三十九岁的高龄了 突然发破产 第二局就开始了 好球 串侯八球 给 defense的 然后一把他赃空 伦佳德发球 伦佳德的球发球质量还是不错 那么紧接着一个往前的轻打 就造成成红的往前失误 这个两分都是在这个给古剑杰发后场球 古剑杰大力的扣杀直线 刚杀这个两个球都是得了两分 现在一个发球古剑杰反而是失误 三比二是艾里克森发球 这个球我们看陈宏在往前封非常快 左手正好非常的顺 现在对于两位年轻的马拉西亚小将来讲 也是一次比较严峻的考验 此前更多的是打顺风球 这次面临逆风 这个几分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 听说这两个人的刚才这几分的轮转换位 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球 对于艾里克森这个要攻队奖 非常的有预判性 这球动作对 应该说隐秘性不强 动作过大 反拍的一个扑杀 5比3 陈文宏发球 这球是艾里克森铺了一个泵网球 这个没办法了 5比4 4比5 伦佳德发球 发小球了 此前发了两个福建吉的后场球 都让福建吉直接杀死了得了两分 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 运动员要随时调整自己的这种技术战术 以及心态 5比6 还是比分咬得还是非常的紧 应该是艾里克森发球 第二季比赛 马来西亚选手杀球已经得了4分 三迈选手得2分 所以对比起女双的比赛来说 男双比赛里面主动杀球得分要多得多 我们看这个艾里克森呢 这个发球 应该还是发一个小球 质量不错 增加多代后场杀球 两拍 再杀这个半场应该没问题 但是股建吉已经救得蛮强了 对 这个球 半场球应该说很难再反过来了 那现在比分追到了6比6 此前四个项目的决赛 中国队是获得了三个冠军 韩国队是获得了一个冠军 也就是混双 好球 陈东宏在后场一个大力的扣杀 杀在了中间的位置 这局比赛想必会拼得火花四箭 对于股建吉这队选手来讲 如果这局丢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7比7 轮加多代发球 72年10月出生的老将1米86 他的队友艾利库森尔和九一 个子高啊 那个重心还是比较高 就一些比较低的球啊 还是困难一些 准备的还是不够充分 没有准备到这个反手区 对于股建吉来发球 应该是明显的界外 对 8比8 埃利库森来发球 好球 你看这个前半场啊 这种平头快打的一个速度 确实是 今天这个非常快 对啊 这个全英公开赛的决赛 这个参与富海峰啊 如果跟对方来斗往前啊 真是不是对手啊 必须要调起来 才能等到对方的失误 才有机会去赢分 这9比9 这是10比9 还是马来西亚这队选手呢 还是领先了一分 看看还能不能够 11比9来到这个暂停的时间 还真是 这个股建吉再往前啊 这边扑啊 非常的快 对 这个威慑力也是比较大 你看这球上往扑很快 扑完以后准备 这球即便对方挡过来 对 股建吉也到位了 对 实际上他要挡过来的话呢 正手区这边后场还是一个困难 肯定才会推下去 11比9 果然是马来西亚的组合 福建杰陈文宏呢 领先进入到这局的暂停 上一局比赛呢 也是马来西亚的先领先 对 但是最后呢 丢掉 实际上就是文润你刚才也说了 在16比16 16平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细体性的一个变化 所以呢 造成了这个 这两名年轻选手啊 好像四点上边有些波动 还是 最后还是没有把握好 对 本来第一局比赛 他们取胜的势头啊 也是挺胜的 对 就是因为那个意外球啊 影响了情绪 好 另外一个方面 也说明这个确实是 你看 艾里克森和邓家德 这两名老姻女员啊 经验上边啊 还确实是非常的丰富 现在还是 艾里克森发球 10比11 发球的质量不错 这球啊 看这个鬼迷在往前真快 实际上这个 艾里克森你看 个儿很高 这个跨步啊 墙往高点都非常好 而且这个球啊 也不是 这个 这个也是非常 质量非常好 但是还是让古典杰给出血 这是11比12 还是 轮加德和艾里克森呢 落后1分 轮加德发球 重压之下 又出现失误 自己又从事了一下 13比11 往前非常快 14比11 看看底分能不能拉开 其实啊 古建杰能和陈文宏搭档 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 那本来古建杰是和这个陈仲明搭档 去年9月份这个马自立试景赛 本来他们俩参加 结果那个赛前啊 陈仲明的父亲啊 突然去世 就陈仲明呢 赶紧赶回国内去半身后世 之后可能有一段打不了比赛 然后呢 马来西亚雨衔呢 就给安排了年轻人的新秀 陈文宏来做搭档 没想到 日本公开赛 第一次亮相就拿亚军 之后呢 更是一路啊 不可收拾 亚运金牌 马来西亚冠军 全英的冠军 所以这真成了意外的发现 这个 有时候你也不能不相信缘分啊 对 缘分啊 有时候机缘巧合 没错 好球 哦 平中快打很快 但是这个球马来西亚队啊 回球还是质量 哎 这球终于看到这个不见节 对对啊 在这算出 对对对 这个好像在这个之前几次的这种 这个咱们说运气球也好 还有什么情况下都是在这个丹麦这一边 对 是吧 对 很多的主动球或者是呃 摩棱两可的球啊都是丹麦对啊呃 占便宜 那现在是16比12 哇 这球很快 跟港上比较好球 这球艾里克森呢 在往前 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更要快 才能够压制住对方 嗯 现在马来西亚组合呢 还有三分的领先 对 又是在16了啊 这个第一局呢 也是在16 透厚场 看看 能不能啊 17 好 比分是17比13 起码是过了第一局刚才16的关 对那个卡 现在杀球的比分呢 是马来西亚的11比7领先 嗯 这个主动争分能力还是占上方 也就是说进攻啊 加强了进攻 就是多赢了这杀球的四分 嗯 那 18比13 现在看起来马来西亚最有望的是扳回一局 对 第一次看这些组合比赛 我印象中应该是 今年1月份的马来西亚公开赛的决赛 对吴俊明和陈甲亮 本以为呢是一场 争夺很激烈的比赛 没想到啊 干净利落啊 是2比0 像老将斩于马下 而且此前的全英公开赛决赛 和蔡英傅海峰的比赛啊 也是 这个中国选手啊 几乎没有什么取胜的机会 就打到了界外 19比14 应该说这一局 马来西亚这个选手呢 应该是可以拿下来了 这次啊 中国羽毛球队呢 只是派了 蔡英傅海峰啊 世界排名第一的这队组合 来参加瑞士公开赛 打到了四分之一决赛 就是输给了陈文宏跟古剑杰 加上全英公开赛的决赛 去年亚运会的四分之一决赛 蔡英傅海峰呢 连续三次啊 败在了陈文宏古剑杰的盘下 这个真是得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对手 来到了局点 20比15啊 这个五个局点 嗯 接歪了 推底线 推边线 这四戒 16比20 我们看 古剑杰这个接发球不错 啊 继续爱亚迦 放往这出界 21比16 马来西亚选手陈文宏古剑杰 现在是赢了第二局 这样双方在前两局 是赞成了1比1 这是双方这个第三次碰面 此前日本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就是去年十月份比赛 当时双方打过三局 当时陈文宏古剑杰是先赢一局 然后丢了第二局 然后决胜局大胜 21比14 今天呢 情况掉过来 先输了一局 第二局比赛 这个马来西亚的年轻组合 还是很稳健 21比16 顺利的扳回 等一会比赛呢 要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 这个鹿死水手啊 真的还比较难预料 还是陈文宏古剑杰 可能上面偏大一点 对对 我们还是 还是看好这队年轻的选手 那 此前 咱们这几次比赛 基本上都是第三局 都是大比分的 对啊 那么呢 我们看呢 这又是在第三局了 来到了第三局 那么 我想呢 这个决赛当中啊 应该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了 作为这两名老的运员 丹麦的埃里克森和伦加德 应该说 机会也是很难得 我们这个瑞士的冠军 因为他们此前还没拿过冠军呢 对 20年拿过一次亚军 所以呢 应该说绝不会轻易的这个 就放掉这个这个比赛 所以那第三局 我想还是 会很精彩激烈的 四分之一决赛呢 陈克宏古建杰 决胜局赢 参与富海峰 是21比13 半决赛 赢吴建平陈甲亮的决胜局 21比7 我想啊 个人估计 可能如果要是陈克宏古建杰 赢的话 这个分数也会比较大 可能21比15左右 也应该能拿下 我们看开局 还是 不简洁来发球 漂亮 突然那个方法 对 这是任嘉德 在后场的 一个 对假动作的一个调球 这局球也是本届瑞士公开赛的最后一局了 看看谁能够取胜拿到男双的冠军 哎呀 在挑后场 下网了 他是假动作 一个挑后场 结果就有点偏低 1比1 两队选手现在的杀球得分和网均的得分 都是马来西亚对比的糟 哎呀 发球 这个没有 这是任嘉德的一个揭发球 下网了 对 这陈文宏呢 发这个球啊 质量非常高 我们看发球质量很高 马前的封网也很快 啊 进攻啊 确实相当的零力 对 你看他这个发球 发球完了以后的第三拍 以及这个连续的这种的下压的这个平抽快挡 应该说速度上面呢 压过了这个丹麦这队组合 好球 文加德的一个对一个变现的出杀 因为普简洁呢一个背后的回球啊还是下网了 差了一点 对 这年轻选手这个反应啊是非常的快 而且技术应该讲基本功非常的扎实 我们看这个球啊 文加德在后掌杀球 埃里克森呢在往前呢封网的时候呢 这个球呢冒了 没有 没有打到这个球 而且还晃了这个文加德一下 结果造成文加德呢回球的一个比较高的往前 混接上网的一个扑杀 陈长 这个王志导 我有个印象啊 就是说是 不见解死前和陈仲明搭档的时候啊 感觉就是世界排名七八位八九位 比上不左比下有余 怎么现在换了陈文宏这个年轻的搭档之后啊 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您感觉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刚才说的 一方面 这个两名选手啊 可能是这个各自的这种特点 包括性格特点 和这个技术的这种特点 可能是比较融洽 对 另一方面呢 我感觉呢 也是有这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 印尼的那个麦弹基啊 后来是到了他 调教油放 对 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是五比四 还是马来西亚这队总盒的领先一分 还是陈文宏 範球质量不错 打一个扣杀 快速的前面封网 压在阶内 应该是阶内 对 看看看台的远侧 这有马来西亚的球迷 这边是一阵骚动啊 六比四 年仅十九岁的陈文宏 这些漂亮 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 对方打得漂亮 自己肯定会受到一定情绪上的影响 这个就是这个年轻啊 和这个年龄大的这种选手的区别 没错 你看这个在场上第三局 这两名年轻选手越打越疯 这个精神头越打越足 比较而言呢 这个埃里克森和伦加德这队选手呢 好像就比较沉闷了 而且这个相对来讲呢 好像兴奋度啊 也没有那么高 哎 大麦老将只能感叹岁月无情啊 曾体核实 十几年前 埃里克森和伦加德也是像对方 对方这样风华正貌 对对对 但是现在已经是风光不在了 但是还是不服了啊 对 对 看看这个球 哎 这个球 哎呀 正手挡了一个队长线 正好是一个空档 这个球呢 我们能看呢 就是关键呢 还是在后场的进攻 你看 这种球 这个球的质量太差了 嗯 这实际上给了对方的机会 我们现在 是8比5 我们看呢 这个伦加德啊 这这选手呢 好像很被动 这个应该是出界了 接来了 啊 我们看这个 后边的这个 呃 古健杰 他们的教练 麦大基呢 在后场在挥 挥拳 实际上这个挥拳 那个 这个动作 实际上它是一个进攻的 进攻的这个这个动作 那个意思就是 要杀球 对 还得要进攻 还要杀球 现在8比6的比分 杀球的比分是 顾健杰 陈文宏是3比1领先 往前球也是3比2领先 各个技术环节 还都在上风 还是 其实是杀球得了一分 但是9比6 这就是伦佳德 伦佳德这个第三局啊 进攻啊 其实不好 那么 应该说还是 还是这个 精力不羁啊 对啊 有点跟不上 就已经打到第三局了 如此紧张 今天有点跟不上他 你看又是后场进攻 你看 球有点发飘了 打不动了 真是 这个球 滚网球啊 马来西亚还差点 这个球 这个滚网球 这是一个 你看他 掉球啊 你看这个 也就是伦佳德啊 这两名选手 这个之所以 这个这么大碎王府啊 还能够坚持到现在 还是有 有一些绝活 对 你看他在进攻当中 虽然硬杀不行了 你看他滑板掉球 是吧 而且呢 而且呢 一拍比一拍掉的进 最后是一个滚网 这样 掉球滚网 这个球在比赛当中啊 掉球这种滚网球 应该说呢 还是非常少 有时候往前 两个人在斗的时候 有些滚网啊 什么 这个是经常见的 对 但是你后场这种球 掉球滚网 而且呢 是一次比一次进 这种球呢 应该说呢 还是不容易 马来西亚队的防守 也真的很严密 蛮强 经常是这种 愉悦救球 这种球要不是滚网 它还是可以借了 对啊 刚才这个滚网也差点 对 你看他这个 两个人 这个前压封往前 非常快 都是穿着 这个球啊 就能够看出来 这个年轻的这种本钱 他在往前的这种时候 这个脚底啊 非常轻快 都是扑 抢 快的这种压 这种球 不给对方那种 这个喘息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说 就是反复的给对方 施加这种压力 所以呢造成对方的这种失误 现在比分的是11比7 胡建杰和陈文宏是领先 在决胜节院要来交换场地 而且有一分钟的短暂的技术暂停 双方教练也抓紧时间 给运动员布置战术 这也是如您所说 这个麦大基来执教 马来西亚的男双运动员 给他们水平的迅速提高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呢 他们还有一对这个男双的 也是很不错的 中层服里万华 对 但是这个年龄啊 已经偏大了 有点偏大了 但是也是具有很强的实力 就是此前古建杰和陈仲明搭上的时候 就是感觉 他这个水平中心量 就是像中层服里万华的 可能能冲个世界前五 偶尔能冲前三 也掉不出前十 但是呢 要想拿冠军真的很困难 你看刚才这个陈文宏的双脚起跳扣纱 直接打在了这个地板上 这个发球是界内 三百老将的判断 又出现了十五 哇 对不起 你看这个速度明显跟不上 杀了一个追身 这是必无可避 还是十四比七 优势已经确立起来了 对对对 看来那个文川 你刚才说的这个十五分 还有点保守了 有点保守了 我以为是 咱们这个这两人老将 还能进一步 对 能够更那个 因为毕竟还是在欧洲自家门口 这个 不过现在是八比十四 虽然趋势上边的不太好 但是呢 我们看 还能不能够 有所 这个 转折 有没有这个 转的这种机会 考虚 又得了一分 现在呢 遇到了 九 所以说呢 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 在最近这个三四个月里面啊 这个 窜身的势头啊 非常的迅猛 风头啊 一时无两 但是我也在想 这一段他可能表现特别好 他不可能总是处在一个高峰 他总得有低谷的时候 看看他在奥运会之前怎么调整 再说他现在也会成为重视之地 其他的运动队都会在研究他 他现在成为民处了 以前是在暗处 所以说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必然也会遭遇到一个瓶颈 就像他们的男单选手 鲁崇伟那样 也曾经上过世界第一 但是最近跌到第三第四 而且大赛啊 经常是八强不入 这次是十六 哇 这个球 其实很巧妙 你看这个 这个两名年轻选手啊 你看在场上啊 你能够看得出来 不管是轮转也好 跑位也好 都是什么 就我们说的 被跑上飞是 分分分分分的非常快 对 所以他什么样的球 他都能够给你 就去压 铺 这么打 所以打的现在基本上 连加德和埃克森 没有什么机会 对这个年轻选手 也是跟老将 比较前三板 你看 这个铺 是 你看他 你看这个 成文宏呢 就是 发上球以后呢 直接就上去 去 去铺去了 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 这个球只要打在界内的话 是 丹麦组合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 解外了 就是解外 18比10 这个球应该说 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对 18比10的比分 陈文宏古间谍啊 杀球得分是6分 对方才2分 往前球 双方是各得3分 这一段的老将的失误率 也在增加 对 毕竟啊 这个体能不行了 哇 这球好球 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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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 主要是11 林佳德的一个反手的这个平抽对角线 打得非常巧妙 发球有点高 哦 哈哈哈 就是太兴奋了 这个实际上 嗯 布盘啊 和这个动作整个啊 都有一些变形 哦 这个是12 我们听说观众啊 在为这个两位老将啊 加油 对 啊 真几能够把比分的能够赶上 现在是12 马来西亚队应该还没有拿过瑞士公开赛的男双冠军 嗯 这是肩内 19 比12 看这种分差 大马老将很难骑死魂胜了 很难 除非奇迹的出现 顶多分能够再涨一涨 但是要想拿下这 这个 这场球来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希望 对 就是一个接派球 现在是25比12 这样是8个赛点 嗯 冠军呢 已成马来西亚小将囊中之舞 嗯 预测得15分 哎呀 这是自己一个下网 这场的杀球下网 这场决胜局的比分呢 60个大比分 2比1比12 对 马来西亚选手取胜 这样在 本届瑞士羽毛球公开赛男子双打的决赛当中 马来西亚的选手 陈文宏古剑杰是 先师一局的情况下 是联班两局2比1 战胜了2号种子丹麦老将 埃里斯丹文加德 这样陈文宏古剑杰呢 自去年的亚运会 今年的全英公开赛和马来西亚公开赛之后 第4次获得了羽毛球大赛的男双冠军 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应该说进行的相当的紧张激烈 最后处于上升速度非常快的一队小将 陈文宏古剑杰继续保持了最近几个月以来的这种势头 他们逆转战胜了老将埃里克森伦加德 拿到了男子双打的冠军 从而也使得2007年 瑞士羽毛球公开赛的圆满落下了帷幕 一共5项冠军 中国队是拿到了3项 这跟97年和2000年夺冠的四数是一样的 不过04年中国队曾经拿到4项 那个时候是为了备战04年的奥运会 这次中国队只是派出了三分之二左右的主力阵容来参赛 并不是中国队最强的一个阵容 拿到三项冠军应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那么到这里 2007年瑞士羽毛球公开赛的转播到这也告一个段落了 等一会儿我们在北京时间零点 将马上为您现场直播 英超联赛阿斯纳队和埃夫顿的比赛 也请您注意收看 好了我们的羽毛球转播到这里结束 我们也非常感谢王球李王志导的精彩点评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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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